周二,米其林指南将其著名的三星称号授予了两家新的法国餐厅 该指南的最高奖项获得者包括巴黎丰盛餐厅的大丑阿诺多克勒 以及在法国南部城市卡西斯金营餐厅的迪米特里和马利埃尔德罗斯诺 此次获奖时,法国三星级酒店的总数达到30亿家 成立于1900年的红色指南手册也出现在欧洲、亚洲和美洲 世界各地有3200多家新级餐厅 仪式在历史悠久部分戒备森严的法国城市科涅克的剧院举行 标志在严格的卫生指导方针下 活动在2020年和2021年因新冠肺炎关闭 而关闭了几个月后恢复 近年6名新厨师获得了两颗星 而41名厨师获得了他们的第一颗星 米其林在3月初表示 作为对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回应 其世界著名的指南将暂停在俄罗斯的所有餐厅推荐